面包师傅吴宝春和导演林玉贤 来到了屏东横春工商 分享成功前的心路历程 他也说这个17岁 来到台北打拼的时候 曾露足街头 横春工商的同学 手里都拿着同一本书 排起长长的队伍 等着索取签名 但挤到前头一看 怎么并肩而坐的是 不同领域的知名人物 面包师傅吴宝春和导演林玉贤 原来是有出版社 汇集了一百个台湾名人的故事 特地找来吴宝春和林玉贤 到屏东分享自身经历 我是被冷醒的 然后那时候你的肚子又要多 又冷 然后那时候又很想妈妈 那看着总统府呢 我就觉得那个地方 距离我好遥远 17岁就到台北打拼 还曾经露宿街头 吴宝春用爱面包的精神 成功踏进曾经遥不可及的总统府 但对一个电影导演来说 最困难的就是要抛开尊严 四处要钱 为了拍电影 差点连工作人员便当都买不起 但就是抱着不放弃的心 让这些名人的故事 被写成一封封的信 寄到每个人的心坎里 周深信我王嘉庆黄讯阳 屏东报道